生气,我觉得布莱克这几行诗值得记,当有人说了我什么,或者对我做了些什么,使我有一点点苦恼的激怒时,这几行诗时常浮现于心头。 我们很容易误会别人的言行,或被人所激怒,我们要晓得,除非我们是可非常圆滑的人,才能在一天割路的事物上,免于冒犯别人或被人所激怒。 一旦发生了这种错误,最容易使我们恨恨不平,辗转难眠,恨气难消的过了好几十日,这种恨气若不导引出来,则像火山隆隆,不知几时造成我们,火山爆炸,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场面。 布莱克给我们一些启示,告诉我们,如果不坦白说出来,将有何结果,我生了敌人的气,不说出生气的原因,那气就愈来愈胜。 所以,除非你愿意心怀愤怒,让自己的朋友成为死对头,最好你还是让他知道,马上说出你心头的话。 告诉他生气的原因,只有八个字,可是请相信我,这值得你终生体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